天气一冷了,很多人都不爱做饭 今天用大米给大家分享一道懒人的做法 特别好吃营养又解馋 首先往碗里倒入300克大米 再倒入清水给它淘洗两遍 再加入清水泡两个小时 准备一根胡萝卜去皮 再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切成条 再切成大大的小丁 土豆也切成大大的小丁 香菇也切成丁 再把不要钱的五花肉切成丁 再准备豌豆粒和玉米粒 锅中烧油放入冰糖 将冰糖熬至枣红色 放入切好的五花肉 煸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放入葱姜 放入胡萝卜丁 土豆丁 香菇丁 玉米粒 豌豆粒 加入食用盐 一勺鸡精 再将所有的食材炒香 然后再加入长姜水 放入一袋卤肉料包 开锅以后倒入电饭包当中 这时候大米也泡好了 看变得胖乎乎的了 然后再把水倒掉 然后把大米平铺到上面 然后再打入四个公鸡蛋 老铁门每次要红星 我也是不好意思 其实红星是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冲着屏幕上给我点两下就行 啥也不说了 祝你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感谢 盖上盖子 按煮饭键焖熟即可 时间到 打开盖子瓦 好香啊 满屋飘香 这个时候鸡蛋也焖熟了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一道特别好吃 又解馋的五花肉焖饭 就做好了 有菜有肉 又有蛋特别好吃